这是人类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夺命连环镇 没有哪一部电影敢这样拍 1960年5月21日 当地时间6点02分 阿劳科省发生了一次801级的地震 隔天下午又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 在所有人都以为总算震完了时 真正的主角这个才登场 举阵级9点5级 是人类观测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 共有37个镇中 16万栋房屋被摧毁 数万人死亡和失踪 主阵发生后不久 还笑滚滚而来 浪头最高超过25米 巨量来回击到 实施的大半天却远远没有消停 以每小时700多公里的速度 向西横扫整个太平洋 主战23小时后 海啸到达日本 冲回3000多所房屋 让15万余人苦家可归 而除了海啸 地震还激活了多多火山 其中 苦夜为火山连续喷发了几个星期 火山运高达6000多米 这场亡国灭种级别的群镇 持续了一个多月 碰了225次不同阵级地震 7级以上的有14之多 而地震释放了总能量 相当于178000个广岛的原子弹 强度之大 令人超目结舌 据专家称 这次发地震 可能使地球一天的时长 都缩短了1.26微秒